好了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 就是说我们这个小衣服上面这个袖口的部分 我们金这一部分的花边全部勾好以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大家勾一下我们这个衣服的上面呢 还有这样一条小袋子 对吧我们就大家勾一下这条袋子 这条袋子的长度呢你可以自由把控 就是说你喜欢长呢就多勾上一段距离 喜欢短呢少勾上一段距离都无所谓的 我们就是用这个白颜色线 第一行就是首先呢用这个辫子针来起针 我们先这样挽一个线圈 把线圈拉小一点勾针穿进去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勾了 就直接勾辫子针就可以的 直接呢勾住线拉过来 勾住线拉过来就用这个方法一直勾 勾到就是说呢你所喜欢的那个长度就可以了 今天呢我们就给它勾上这么六七十针吧 这条袋子呢也就是说呢包括两行 第一行呢就是这个辫子针 第二行呢就是说呢引拔针 我们先把第一行给它勾好 第二行呢主要是需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引拔针穿针的这个位置 我们先把这个第一行呢给它勾好 就是辫子针的一个勾法 就是辫子针的一个勾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我就快速的勾过来了 喜欢长呢就勾长一些 喜欢短呢就勾短一些 我们把这第一行给它勾好 好大概就是今天就先勾这么一段距离吧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小衣服上面这个袋子 第一行是辫子针 第二行呢它是这样一个反着勾出来的这样一个花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行的勾法 第二行呢我们主要是勾引拔针 那么引拔针我们在哪里穿针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小辫子 正面它是一个小辫子的花形 对吧 然后呢我们把它反过来 反过来以后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每一个小辫子针的这个反面 它有这样一条横着的这样一个小线圈 大家看一下每次我们就是挑这个横着的这个线圈就可以了 这样横着挑起来穿针就行了 每一个辫子针针眼对应这样一个横着的小线圈 非常明显的我们来勾一下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从这个第一个这个辫子针后面的这个横的线圈 这个地方穿针穿过去把线拉过来 然后呢勾引拔针直接把线带过来就可以了 就勾好了接下来接着往前面勾 也是挑第二个横着的这个线圈 把线拉过来 然后呢带过后面这个线圈来 好了就可以了 然后呢第三个横着的线圈穿过去 把线拉过来 带过后面这个线圈就行 穿过去把线拉过来 带过后面这个线圈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呢 把这一行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都是用这引拔针 直接穿这个横着的这个小线圈 不要着急一针一针的来 把这个每一个横着的小线圈都穿起来 勾上引拔针 把这一行呢我们再给它勾好 我们这条带子就算完成了 好了我们就这样把这第二行的 这个引拔针呢也给它勾过来就可以了 最后呢我们再把这线给它勾过来 锁一下针 然后就可以把这线位给它剪断了 我们这条带子就算完成了 我们需要勾两根这样带子的 好了 然后呢接下来呢 我们这条带子的一端 还需要给它勾上一个三个半 或者是五个半的一个小花吧 那么在勾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这个没有线位的这一侧 来勾这个小花 也就是说呢 长度你可以自己来确定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勾一下小花的部分 那么这个小花呢 我们就在这一侧 没有线位的这一侧来穿针 这一侧有线位对吧 我们就这一侧是用来和衣服连接的地方 然后呢我们就在这没有线位的这一侧 从中间这个地方穿针 来勾一下这个小花瓣的部分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小花 这个小花瓣的部分 我们这个小花瓣呢 你可以选择给它勾上三个也行 五个也行 我们这个衣服呢是勾了三个花瓣 然后呢我们今天可以给它勾一个五个的花瓣 勾法都是一样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勾一下 这个小花瓣比较简单的 它的用色就是我们的衣服的主色 从中间部分穿过去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压住这个线位 然后呢勾一个辫子针固定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每一个 这每一个花瓣吧 它就是说又 优这个辫子针够长 我们可以勾八针也行 勾十针也行 好了 这是八针的一个长度 回过来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如果你喜欢这个花瓣稍微大一些呢 你就可以再给它勾上两针 勾十针 勾十针以后呢 再给它回过来 还是在我们中间穿针的这个地方穿针 穿过去 把线拉过来 用一个引拔针呢 给它这样连接好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一个花瓣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勾第二个花瓣 也是这个勾十针的辫子针 这个地方比较简单的 花瓣的大小呢 你可以自己定 然后花瓣的个数呢 也可以自己定 勾三个也行 勾五个也行 用一针引拔针 连接好 然后呢 接下来 再勾第三个花瓣 也是十针的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还在这个地方穿针 用一针引拔针 连接一下 好了勾好三个花瓣了 你可以选择勾三个的 也可以选择勾五个 今天我们就给它勾上五个吧 选择这个花瓣大一些 第四个给它勾好 然后呢 再勾上一个 就是四个了 也是回过头来 从这个地方穿针 用一针引拔针 连接好 好了 这五个花瓣就勾好了 然后接下来把线勾过来 然后就可以把线剪断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 一端的这个花瓣就算完成了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两根线尾呢 给它绑下 绑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不容易脱落 再打一个死结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长的部分呢 给它藏一下 在反面的地方 给它藏一下 随意穿过几针 把线尾给它 这样拉过来 然后呢 再长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剪断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花瓣的 这个部分 就算勾好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就按照相同的方法呢 再勾一条袋子 再勾上这样的一个小花瓣 好了 那么我们这条袋子 勾好以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条袋子呢 给它和衣服连接在一起 我们一般是在哪里连接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般就是在这个 前领的这个地方 前领的这个地方 来连接 这是前领 这也是前领的地方 就在大概是这个位置吧 大概这个位置 我们给它连接好就可以了 从这个地方穿针 然后呢 勾过一根线尾来 勾过去 然后呢 再把另外一根线尾也勾过来 这两根线尾呢 不要勾在同一个洞里面 要不然的话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绑的 哎呀 在同一个洞里面去了 我们再重新勾一下 不能在同一个洞里面过去的 在另外一个地方 穿针 把这另外一根线尾呢 拉过去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呃 线尾呢 在这衣服的反面 给它绑起来 我们这个 带子呢 就算固定在这个衣服上面了 好了 长的部分呢 我们也是在衣服的反面 让给它 呃 随意穿这个 圈几针吧 在这个白色线的部分 随意穿几针 把这线尾给它拉过来 然后呢 长的部分呢 也是给它剪断就可以了 我们这条带子 就算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按照相同的方法 再把另外一条带子呢 给它 勾好 连接好 就行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大家勾一下 我们这款帽子 这款帽子呢 它也是说 从最下边这个地方 起针 用辫子针起针 起好针以后呢 勾上一行的长针 然后呢 上面就开始 勾花形的部分了 呃 最后呢 我们也是才给它 勾上的这一圈 这个花边的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这个帽子 上面花形的勾法呢 和我们那个 小衣服的花形勾法 是完全一样的 呃 接下来我们就来 叫大家勾一下 这款帽子 这款帽子呢 呃 我们这个两岁宝宝 我们大概就是 给它起100到104针 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是起好针以后呢 我们就是 勾上一行的长针 那么我们在 起针的过程当中呢 姐妹们注意一点 就是说呢 因为个人手法不同 所以呢 同样的起针术 有的姐妹 可能勾好以后呢 就特别的发松 有的姐妹 可能勾好以后 就特别发紧 所以呢 这个 呃 起针术呢 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两周岁宝宝嘛 嗯 就是说呢 适合100的 到104针 今天呢 我们就起104针 呃 帽子的起针规律呢 就是4的倍数 和衣服呢 略有不同 我们就用这个 辫子针的起针方法 起好我们所需要的 这104针 好了 起好这个104针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 因为我们的帽子 是圈着勾的嘛 对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把这个手尾 连接在一起 那么我们在连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辫子 这条辫子呢 给它这样顺平 给它顺平 中间呢 不要有那个 拧着的地方 要不然这个边上 有一点 就会有一些卷曲 一定要把这个 中间的部分顺平 然后呢 我们就从第一针 辫子针的这个 针眼里面 就穿这个 单层的这个线圈 就可以了 第一个辫子针的 这个单层线圈 穿过去 中间部分呢 一定要给它顺平 千万不要有 拧巴的 拧巴的这个地方 一定要给它顺平 然后呢 我们顺平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 手尾相接 连在一起 用针引拔针 连接在一起 从第一个 辫子针的这个 针眼里面穿针 穿过去 把线拉过来 直接带过后面 这个线圈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连接好了 连接好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勾第一圈 第一圈呢 就是一圈的长针 没有什么特殊的 我们先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在第三针上面 做一下标记 这个第三 这三针辫子针呢 相当于是一针长针的 它就说是出自于 相当于是出自于 第一个 辫子针针眼里面出来的 也就是引拔针 出来的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从后面的 每一个辫子针针眼里面 穿针 分别对应勾出 一个长针来 每次穿针 就是在这个 挑这个单层的线圈 大家看一下 每次就是挑这个 单层的线圈 就行了 在每一个这个线圈里面 分别勾上一个长针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个第一行的 长针勾好 之前呢 已经教过解门 你们这长针 怎么来勾的 所以呢 这一点呢 就不再多做 那个 演示了 大家跟着我呢 把第一行 第一圈的长针 全部勾好 好 我们第一圈呢 给它勾过来了 每一个 加上我们最开始的 这个三个辫子针 我们总共呢 是104针的长针 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勾好这104个 呃 长针 以后呢 我们给它 手尾相接一下 就在我们做标记的 这个 呃 第三针辫子针 上面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我们穿针的位置呢 就是在这个 这是第三个辫子针 然后它前面 是一个长针 挑长针外侧 这个单层线圈 和这个 呃 第三个辫子针 这两个线圈中间的部分 穿过去就行了 从这个地方穿过去 从这个地方穿过去 把线拉过来 用一针引发针连接好 直接把线 带过后面这个线圈来 就可以了 直接这样拉过来 这样的话呢 第一圈就完成了 好了 第一圈完成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勾第二圈了 呃 第二圈呢 我们是用白颜色线来勾的 粉颜色线就这样待着 不用管它 我们直接把白颜色线带入 第二圈呢 我们在勾的时候 就要勾这个花形的部分了 把白颜色线 这样给它拉过来 把线位给它压住就可以了 线位给它压住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 呃 先勾三个辫子针 先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在第三针上面 做一下标记 我们第二圈呢 是要勾这个 微字形花形的 对吧 嗯 那么我们这个 微字形花形 在勾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帽子 它也是说呢 就是说勾这个 微字形花形 也是每一个微字形花形呢 它是有四针的 这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中间隔开 呃 那个三个辫子针 下面也是隔开 三个辫子针 所以呢 我们在勾这个帽子的时候 也是这样来勾的 我们最开始勾的 这三个辫子针呢 就当成是一个 长针的未完成针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在哪里穿针呢 就还在 引拔针 出来的 这个针眼 就相当于是下面 那个三个辫子针 对应的这个针眼里面 穿针 给它勾出一个 长针的未完成针 然后呢 这两个线圈 给它并在一起 这就相当于是 微字形的 半个花形勾好了 然后接下来 中间隔开 三个辫子针 还从这个 引拔针出来的 这一针 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还从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把微字形的 另外一半 给它勾好 两个长针的 未完成针 然后呢 三个线圈 给它并线 并针在一起 就可以了 第一个微字形 画形就勾好了 接下来下面就是 我们也是和那个 它这个帽子 花形的勾法 和那个衣服 是完全一样的 下边是空开 这是三个 长针针眼 从第四个 长针针眼里面穿针 接着勾着 接着勾着 微字形 画形 三个线圈并一起 然后呢 勾三个 变子针 还从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勾出 微字形 画形的 另外一半 好了 接下来 节目们就跟着 我们用这个方法 勾着 微字形 画形 对吧 下面 隔开三个针眼 从第四个针眼里面穿针 就这样慢慢的勾好 勾好这一大圈 勾好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圈的 这个勾法 好了 我们这是 这个第二圈 微字形画形呢 我们勾到最后这个地方了 那么最后一个 微字形画形 勾好以后呢 我们也是给它 手尾相连一下 因为帽子嘛 它是圈着来勾的 所以每一圈 都需要给它 手尾相连 也是在两个线圈 中间的部分穿针 把线拉过来 带过后面这个线圈 就成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二圈也就勾好了 第二圈就勾好了 那么第二圈勾好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勾 第三圈 第三圈呢 它也就是说呢 也是勾那个四个长针的花形 把白颜色线放开 直接把这个粉颜色线 给它 拉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拉过来以后呢 我们就先给它 把这个线呢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 V字形花形中间的 这个横杖上面来勾 所以呢 我们需要先把线 给它过渡到 这个 呃 第一个V字花形的 这个 三个辫子针的 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穿针过去 呃 用一针引拔针呢 先过渡到这个地方 拉过线来 直接带过后面这个线圈 先给它拉过来 先把线给带过来 然后再开始接着勾花形 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 一样的 也是在三个辫子针上面 做标记 做标记这个地方呢 都是我们收尾相接的地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正式 开始勾四个长针的花形了 每一个V字形花形上方 都是勾出四个长针来 第一个 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一点 它是有一个假的长针 就是有一个三个辫子针 作为一个长针来使用 对吧 然后第一个 第一个四个长针的花形勾好以后呢 接下来就把后面的 所有的V字形花形上方 全部勾上这个花形就可以了 我们就把这个第三圈呢 也给它勾好 好了 我们这个第三行 这个花形的部分 也就给它勾过来了 这一圈 然后呢 我们也是给它 手尾相连一下 也是说呢 在这个第三个辫子针 和第一个长针 外侧单层线圈 调两个线圈中间部分 用个引拔针连接好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勾 第四行 也是用这个白线 勾着V字形花形 先把白色线拉过来 然后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这个 V字形花形呢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 第三个长针针眼里面 开始勾着V字形花形 我们先勾过一个辫子针 勾过一个辫子针以后呢 直接在第三个长针上方针眼里面穿针 勾一个引拔针 直接把线拉过来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无论你勾哪个花形 都需要先把线带到你所需要的那个地方去 带过来以后呢 再接着勾这个花形的部分就可以了 该勾什么花形 继续勾什么花形就行 勾好三个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做好标记 我们这一行白颜色线 我们先给它做好标记 这一行这个V字形的这个花形勾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